走路会喘动不动觉得很累 要小心或许可能是心脏衰竭的前兆 根据统计全球有超过六千万人受心脏衰竭之苦 盛行率达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推估全台就有超过七十万人 但衛福部统计实际用药人数只有二十四万人 换句话说有四十六万人还没找出来 而心脏衰竭五年内死亡率近百分之五十 比癌症还致命 六个月再次住院也高达百分之二十 其中又以女性心脏衰竭比率较高 这种心脏衰竭的病人 他平常生活上面在要求说要比较自律 他的饮食可能要吃得比较清淡 不可以放太多的眼 从小细节就要注重身体保养 混累会喘身体水肿 都可能是心脏症在和救命 环宇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